马来西亚冰城大山脚社区 慈祭在当地推动环保20年来 从原本的一家工厂向外推广到了各住宅社区 最近志工更从政府单位买来了一块地 将要打造成大山脚社区的第一座环保教育站 天空虽然下着雨 但马来西亚大山脚慈祭志工还是忙着搭设帐篷 等待了近20年 这个社区终于密得了适合的土地 将建设成首座环保教育站 这个本身也是政府的一个原本的使用的地点 但是荒废已久 那么政府以比较价格便宜的方式 只能卖给社团来做利益社会的工作的一个付出 虽然大山脚社区最近才刚要建设第一个环保教育站 但其实当地志工早从1995年底 就开始例行环保 从工厂到住家社区 每个地方都能是做回收的场地 我们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很小心那种就是在一位师兄的一个仓库 就是把他工厂剩下的一些纸皮啊 一些纸啊 但我们就跟他收收收收 我想是能做就做啦 能做就是服啊 要是你不能做你躺在躺着就惨了了 祈福一事当天 大山脚社区的志工几乎全体总动员 冒着与大家卖力除草 因为对他们而言 未来这个环保站不仅要落实环保教育功能 更是广邀社区菩萨的家 希望我们快点能够把它落成有一个安定固定的地方 让我们来做这个为大地付出的工作 觉得很安慰同时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 能够换起更多人来参与那个环保的那个运动 集合众人之爱才能找到的环保教育占土地 未来也能容纳更多环保志工同根古田 大家新闻这上的志工马来西亚报道 OK OK OK